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女儿今年上高中的最后一年 然后明年毕业上大学 她前一段申请MIT麻省理工学院early action 是大学的早申申请 是要在每年的11月1号以前提交上去 前两天12月14号结果被录取了 都很高兴 那么有些朋友以及客户 其他人希望了解很多信息 所以我们录制这个视频 希望对申请美国大学的人有用 因为很多人 客户们 其他人办理美国移民或者美国签证 一个重要的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发展 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中国留学生 有30多万 全世界在美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 另外每年新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还有10万人左右 有的是读大学本科的 有的是读高中的 也有读研究生的 但是申请中有一些内容还是共通的 在这里分享一下亲身经验 那么除了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 也会放在Hotcast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那这个会是一个系列 像我个人的一些经验教训吧 我们这些内容都是免费提供给大家的 我自己参加的MIT家长群 华盛顿地区的 这个就有许许多多的家长 那么我的同学校友 最近他们有的孩子是被哥伦比亚大学都娶的 在美国原来是上私立高中 此前是在中国出生和在中国上学的 另外一位同学 他的孩子最近刚被另所长庆藏学校 达克茅斯学院都娶 然后他们是在波士顿上的高中 此外呢 我的邻居 同学 校友里面还有很多人 比如说他们的孩子 北哈佛 耶鲁 宾大 等等名校录取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当然知道了 有许许多多的中国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这个名校申请和录取的经验 那我希望提供给大家有用的信息 这个就像日本人写信 前面有很多敬语 您好吗 长辈好吗 亲戚好吗 邻居们好吗 工作好吗 等等 但是后来呢 有的人为了减少写信的formality 然后呢 简化 干脆就写着说这个前言律 我们这个视频呢 一开始讲座第一部分 一定程度上起到这个敬礼的作用 讲一下背景信息 然后呢 说一下我们的目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个人的亲身经历 那么先讲一下我的背景经历 这一点呢 此前可能在别的视频里头 对我们的移民客户讲过 那么从教育吧 文学这些角度呢 讲一下 因为呢 我认为有个地方呢 希望对一些家长能够有正面的作用 我自己呢 没有上过重点中学 曾经考过两回呢 没有考上 那么小生初的时候呢 考得不好 后来呢 上了附近一所普通中学 那我的初中吧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些学校的这个中文叫霸凌 孤里啊 欺负的这个经验 一定程度上呢 影响到经济 后来呢 所以考高中的时候呢 也没能考到重点中学 那后来呢 到高中阶段的成绩才逐渐好起来 后来呢 通过高考上了化学系 那么我初中的时候呢 当时印象很深刻 英语考试呢 已经不及格 然后上课的时候因为说话 为老师公开批评 所以呢 印象很深刻 那么说这些意思呢 都说 对于亲身经历我感觉到啊 很多人啊 学生 小学啊 初中阶段 如果成绩好 当然很好啊 即使成绩不够理想 仍然会有很多机会 那么我现在呢 我们在美国 我们民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同事们很优秀 我曾经参加过中学的化学竞赛 得过北京市的一等奖第二名 那个时候呢 京市一等奖一共只有三个人 我的同事王威博士 他呢 参加过河南省高中化学竞赛 得过河南省的一等奖 那个时候呢 河南省有上亿人口 接近一亿的人口 一等奖一共只有两个人 我另外一位同事呢 张源源博士 他是北大生物行业的 他过去曾经是合肥式的高考第一名 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律所的人才 这个总体来说呢 留学生里面 也有很多人是从中国的名校毕业 另一方面呢 在美国的华人 华裔和中国学生一样 申请名校的时候也有激烈的竞争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接下来我再讲一下自己的这个简单的背景 我从北大化学系本科毕业以后呢 同年到美国读博士 在美国马里兰大学 有计划学博士毕业以后呢 我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做过博士后 后来呢 我申请了法学院 上了美国的乔治城大学 焦治堂大学的法学院 在法学院法学博士毕业以后呢 我通过了律师考试 取得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律师执照 此后呢 又取得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布伦比亚特区的这个律师执照 还有呢 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的专利律师执照 在上学期间呢 我曾经在华盛顿州的核工业协会 Nuclear Energy Institute工作 后来呢 在上学期间也曾经在美国其他几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包括呢 有叫Volvo Carlyle 然后Wilson Sonsini 树卡迪 Bacon等等 后来呢 在法学院的最后一年呢 我在华盛顿的叫飞汉律师事务所 Finnegan全职工作 这个呢 是全世界最大的知识产权律师事务所之一 此后呢 从2009年6月一直到现在 已经超过10年了 就在我们新卫名律师事务所工作 我们已经帮助超过1000位的中国学者取得美国绿卡 个人的一些其他情况 在标九化考试呢 相对来说成绩比较好 有参加过美国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叫LSAT 成绩到178 在所有的十几万考生 只要是美国人里面呢 最前面千分之一 那么乔治成大学法学院呢 是全美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 在校期间呢 能连续三年获得奖学金 另外呢 过去曾经发表过多篇的这个课 科研和法律论文几百次语用 那么这是我的简单的情况 那么我的孩子呢 在华阳镇地区上的呢 叫图马斯杰菲逊科技高中 美国高中要读四年 他是2016年入学的 所以呢 会在2020年毕业 现在是高中的最后一年 那么他上的这个高中呢 一般简称叫TJ高中 算是美国最好的公立高中 或者是至少其中之一 比如说呢 根据我们自己的统计数字观察 TJ高中呢 在上一年有12名毕业生 北麻省理工学院录取 有14人被哈佛录取 11人被耶鲁录取 15人被芝加哥大学录取 还有15人被伯克利录取 福有7人 宾大有6人 普林斯顿5人 杜克有14人 康奈尔大学录取有27人 乔治城大学16人 弗吉尼亚大学有152人 尤其多一些 因为这次高中呢 本身就在弗吉尼亚州 那么每年毕业生总数呢 有400多人 从前面可以看到呢 被一些名校录取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 这是一所公立高中 不收任何学费 但是呢 需要考试录取 当然这个学生呢 需要有美国身份 要么有美国籍 或者有绿卡 或者有一些其他签证身份 比如说H4 J2 O3 F2 L2 等等签证身份都可以 如果你移民美国 或者取得绿卡 或者取得在美国生活的长期签证 比如说FJLHO等等类别的签证 那么呢 孩子就有机会呢 免费上这类的高中 增加被美国大学本科录取的机会 前面呢 是简单介绍了一下这个背景 作为这讲座的第一部分 后续呢 我们在过后的讲座里面呢 会讨论一些加关心的问题 比如美国高中和大学的录取数据 包括MIT一些名校 然后也有其他的从中国留学生角度呢 申请比较多的大学 另外呢 对于早申大学 叫Early Action以及Early Decision 和正规的正式申请Regular Decision的 这个简单介绍 选择申请哪些大学 选校的原则和这些学校 他们的录取要求 那么在申请的时候呢 大学考虑录取的几个要素 包括学生的GPA 标准化考试 SAT的成绩 然后学生的课外活动的记录 还有呢 他的这个个人陈述 ISIS 另外呢 学生有没有给过获奖啊 其他的社会活动经历 对学生的推荐系 此外还有什么呢 在高中阶段选择上过的课程 就是GPA方面 接下来呢 标准化考试方面 什么时候参加体验考试 参加哪几种考试 另外呢 比如说的竞赛方面 参加经历 然后有课外活动 其他的 比如科研获奖的经历 那么IC的准备 怎样结合自己的长处 利用自己的优势 来制定申请策略 怎样从初中和小学阶段 就一个目标啊 开始准备 然后还有父母对子女的支持和交流 包括初中和小学阶段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